这是姐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庄玛。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来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蒙古信徒,西藏康区玉树节骨镇发生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西藏知名政治犯第五是秋朱达瓦尔伯切在拉萨元祭, 市政与议长出席有关达来喇嘛尊者著作及演讲的新书发布会,第十七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圆满结束, 德国佛里德里西脑脉基金会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教育部长塔兰卓马出席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第九十二次理事会议, 达来喇嘛尊者申品传记展在南非开普敦西姆镇博物馆举行,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教达来喇嘛尊者与上周五3月2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工, 特别接见了52名来自蒙古的姓众。 在当天的接见活动上,达来喇嘛尊者在谈到蒙古与西藏人民之间深厚的历史纽带时指出, 这一渊源始于第三世达来喇嘛所难加措对蒙古的访问。 即使是达来喇嘛这个头衔也与蒙古有关, 从历史上看,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都是精神上的兄弟姐妹。 尊者还回忆说,除了两位官方任命的导师外, 他的主要上师之一是一位名叫欧珠·错尼的蒙古喇嘛, 他向尊者教授了佛教哲学和相关经典。 据了解,此次由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几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 戴洛仁国切率领的上述蒙古信众团队, 在达兰萨拉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参访活动。 另外,根据藏人行政中央获得的可靠消息, 西藏东部抗区玉树截骨多,现中国统治下的玉树州截骨镇的一名藏人 于本周三,3月30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在玉树州公安局前自焚。 由于中国政府限制当地的通讯渠道, 截至目前无法获悉自焚藏人的姓名和自焚原因等任何可核实的信息。 与此同时,在中国监狱中关押多年的西藏纳区夏荣博寺的高森, 前知名政治犯第五市秋朱达瓦忍伯切, 于今年1月30号,当地时间下午5点10分左右, 在拉萨元祭,享年86岁。 由于中国当局严密封锁当地的通讯渠道, 忍伯切元祭的消息于近日才传出境外。 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 为了防止达瓦忍伯切元祭的消息传出境外, 中国当局警告当地藏人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 并删除了社交网站上信众的留言和表达的敬意, 包括网上流传的相关图片和视频。 当局还限制信徒,瞻仰忍伯切的遗体。 2月15号,当局还强迫忍伯切的信众要做到所谓的四不作, 确保忍伯切的遗体从拉萨送往纳曲夏荣博寺途中不出现任何情况。 在2月25号举行的图辟仪式上, 当局只允许达瓦忍伯切所属寺院的僧人参加。 当地军警用全身扫描仪器检查该寺僧人, 并搜查了僧人们的手机等随身物品。 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霸次人 于上周日3月27号发布了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出版的 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和著作的七本系列丛书。 司政编霸次人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时, 称赞了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下属的藏语翻译研究所, 将达赖喇嘛尊者的讲话和著作从英文翻译成藏文并汇编成书籍。 司政还谈到了培养合格的、有能力的翻译人员的重要性, 并建议该机构注重这方面的工作。 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在发布会上发言时指出, 从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和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尊者的远见和愿望, 因此翻译和汇编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和著作的书籍将会是流亡资人丰富的资源。 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突丹汪清和突丹佳作 陪同议长和司政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另外,第十七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于本周四3月31号在达兰萨拉圆满闭幕。 为期十一天的第三次会议, 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财政预算进行了讨论和审批, 并通过了关注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决议, 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 与此同时,第十七届西藏人民议会于上周日3月27号晚, 为来访达兰萨拉的德国弗里德利西脑麦基金会南亚区域负责人卡斯腾·克莱因博士, 区域审计员杰奎林·巴克西女士和财务经理潘卡伊·库玛尔先生举办文艺表演及欢迎晚宴。 司政编把次人在致辞时, 赞扬了该基金会对西藏政治与民主进程做出的重大贡献。 副议长庄玛次人女士感谢该基金会支持西藏人民议会在加强基层民主方面的努力。 卡斯腾·克莱因博士称赞藏人行政中央具有可持续性、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专业精神, 并向在场的与会人士保证, 他们将让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亲身接触到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真实情况, 见证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正常运作机构。 代表团成员还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 并简短地旁观了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 另外,印度教育部下属的中央西藏学校第92次理事会会议于3月29日在新德里举行。 印度政府和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泰兰庄玛女士在会议上发言时, 对印度政府和人民多年来对流亡藏人的支持和照顾, 特别是对过去60多年里为藏人儿童提供的教育表达深切的谢意。 部长保证,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管理下, 中央西藏学校的学生不仅能得到优质的教育, 而且将尽一切努力向他们灌输良好的人类价值观。 主持会议的印度教育部副秘书长兼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主席畅山女士指出, 她相信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将继承印度教育部多年来做出的努力, 继续为藏人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 而印度政府也将继续支持藏人学生的教育事业。 印度教育部联合秘书兼财务顾问达山·达巴沃尔女士, 印度外交部的代表,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吉美朗杰先生, 和驻信德里办事处代表钟雄欧珠先生, 以及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席劳特拉先生, 拉瓦特先生和普利·他姆·辛格先生出席了会议。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与开普敦西蒙城博物馆合作, 于本周一3月28号开始, 在西蒙城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 有关达来喇嘛尊者生平传记的战略活动。 在本周一举行的开幕仪式上, 50多名南非各界政要出席活动, 驻南非代表欧珠多姐在致辞时指出, 对达来喇嘛尊者的生平和精神遗产的认识 将鼓励人们了解西藏的自由斗争。 中国对西藏的非法占领, 以及中国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的情况。 各位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息 。